相信大家今天都看到了新闻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被告人吴亦凡强奸聚众淫乱案 对吴亦凡数罪并罚 执行有期徒刑13年附加驱逐出境 这下真成诽谤说唱了 在新闻通稿的最后还写了一行字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官员旁听了宣判 所以为什么加拿大的外交官要在法庭现场吃瓜呢 驱逐出境又是怎么安排的 吴亦凡到底在哪坐牢 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国际法上 关于领事保护和管辖权的问题了 大家好我是小Q 欢迎大家来到厕纸区 今天聊到吴亦凡 知识有点多 大家忍一下 首先吴亦凡是一个加拿大人 他在中国以外国人的身份活动 那么外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 本质上是外国人与所在国之间的 权力与义务关系问题 一般而言 我们说外国人会受到双重管辖 也就是所在国和国籍国的双重管辖 同时也会受到双重保护 也就是国籍国的外交领事保护 以及所在国的法律保护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加拿大的大使馆官员会旁听宣判 因为探访受监禁的本国公民 乃至帮忙请律师 本来就是领事官员的一项职责 这是根据1967年生效的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 我们很早已经讲过拉克朗埃 就是两个德国人在美国被判死刑 但他们被逮捕的时候 美国没有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通知德国的领事机构 最后德国把美国告上了国际法院 还打赢了的一个著名案例 所以说当你在国外 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被当地警察抓走了 是确实可以掏出中国护照 明确自己的中国籍身份 要求与当地的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取得联系的 定期探访外国监狱里关押的中国人 确保他们的人权得到保障 也是我国领事官员的一项重要工作 所以在海外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拨打12308全天候领事保护和服务应急热线 说到这儿再来两句领事制度 很多人可能不能很好地区分领事官员和外交官员 虽然他们确实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官 但是外交官员一般处理的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事务 领事官员主要保护本国公民及企业的合法权益 领事制度形成于中世纪后期 在西欧的商业城镇中 商人们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 而在同行中选举一个或数人进行仲裁 随着十字军东征 这种机制也传到中东地区 并且职权逐步扩大 慢慢变成外国商人的争端 由外国领事来裁举 这就是所谓的领事裁判权 随着殖民者把手伸向亚非拉 领事裁判权又成为一种不平等的特权 比如在上海租记 涉及列强国民的案子 由列强的领事法庭 依照自己国家的法律审判 其实质是排除所在国家的法律适用 对抗所在国家的属地管辖权 什么叫属地管辖权呢 我们就再聊两句管辖权 管辖权是指国家依据其主权 对特定的人物或事件 进行管理和处置的权利 狭义上我们主要是讲司法管辖权 也就是说一个案子谁可以管 国际法上把管辖权分为了四类 一类属地管辖 我的地盘听我的 在中国就要按中国的法律办事 一般而言属地管辖高于属人管辖 所以吴亦凡的案子 首先由案件发生地的中国来管 第二类属人管辖 既然是中国人 出了中国也得听中国的 比如说之前江哥母亲 江秋莲诉刘新生命权一案 这个事情实际上发生在日本 但是不影响中国法院进行管辖 同理 吴亦凡如果回到加拿大 加拿大也不是不可以把他再抓去坐牢 但是这个就是后话了 除了说的最多的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 还有第三类保护性管辖 和第四类普遍性管辖 保护性管辖就是欺负了我的人 我就可以管 普遍性管辖是遇到坏人 谁都可以管 比如说公海上发生的海盗罪 或者种族灭绝罪 贩卖人口罪 危害民航安全罪 正所谓人人得而诸之 所以虽然加拿大的外交官可以旁听 也可以之后去监狱里给吴亦凡拜年 但不能影响中国基于属地管辖原则 依法对外国犯罪者进行审理和处置的权利 驱逐出境又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说吴亦凡不用在中国坐牢了 可以回加拿大消杂呢 不是的 驱逐出境是先坐牢再滚蛋 1992年的时候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外交部 司法部和财政部 就发布了关于强制外国人出境的执行办法的规定 这周明确写了 被判处徒刑附加驱逐出境的外国人 是要在蹲大牢的最后一个月前 由监狱主管部门配合公安机关执行 具体怎么操作呢 由原积押监狱的管教干警 看守武警和公安机关外事民警 共同押送直到飞机离境 是非常人性化的VIP送机服务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能白跑一趟 那么全部费用 包括押送人员的时速交通 统统都要吴亦凡自己支付了 如果吴亦凡无力承担 加拿大政府就要负责出钱 最后 亦凡被驱逐出境后 是不是再也不能来中国了呢 也不是 根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81条 被驱逐出境的外国人 自被驱逐出境之日起10年内不准入境 但是10年后也未必 因为有犯罪记录 想拿到中国签证也不容易 不过呢 吴亦凡也可能不会在监狱里蹲那么久 因为他去年就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 这段时间可以抵扣刑期 同时呢 如果在监狱里表现良好 还可以减刑 作为90后的吴亦凡 如果好好改造 是有机会在40岁前刑板释放 坐上回加拿大的航班的 总而言之呢 请大家遵纪手法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是小Q 我们下期再见